美國國務院6月30日發布對前往中國大陸 香港和澳門的旅遊警示說 由於當地法律的任意執行以及錯誤拘留的風險 請重新考慮前往中國大陸的旅行 警示中還提示 到香港 澳門旅遊也要格外小心 韓國駐華大使館6月26日也在官網上列舉了中共新的《反間諜法》大幅擴大間諜行為的範圍 提醒可能會發生意想不到的損失 並提醒滯留在中國或計畫訪問中國的國民注意 旅美作家李勉應表示 自由民主是西方的普世價值 爭取自由民主的權利是正常的政治活動 但到了中共那裡 他就可能把你按間諜活動處理 原大陸維權律師吳少平介紹說 《反間諜法》是中共針對外國人頒布的口袋罪 所有外國人 外國的組織 機構 公司等等 都被納入其中 都可能被以《反間諜法》的名義挪制罪名 吳少平指出 只要這些外國人到了中國大陸 都會成為中共的人質 李勉應認為 中共的目標就是能夠持續執政 而經濟則是次要的 李勉應指出 中共知道他在經濟上已經沒辦法了 他就乾脆跟西方國家翻臉 甚至還會藉此樹立權威 宣揚他怎麼樣敢於跟西方對抗 美國和西方怎麼樣試圖通過間諜行為來顛覆國家